作為照顧者,身邊的親友難免會向你提供大量的癌症相關資訊 例如一些案例、食療、偏方等 但有些內容未必準確或適用 以下分享一個與家人或朋友溝通時經常遇見的狀況 以及我們的建議 有一天,親戚朋友都致電話要上門探訪 雖然很突然,但照顧者都感受到各位的關心 當親友上來的時候,他們談開病人的狀況 照顧者提起病人都有一些疼痛的症狀 三姑姐就建議了,肌肉痛不如試試針灸吧 到說起病人瘦了的時候,表哥又說 不如考慮一下轉身和飲食吧 而另一個朋友就立刻建議 我朋友看過一個營養師效果不錯的 讓我介紹給你吧 照顧者聽著一些不同的意見,感到很迷惘 這個情況是不是很常見呢 那我們又可以怎樣去改善照顧者和家人、朋友的溝通呢 我們的資深輔導員就建議 照顧者不用急於嘗試所有的建議 可以先向專業人士了解資訊的真偽 再決定是不是去嘗試 假如你認為收到的信息太紛亂 令到你難以應付 可以坦白而且又禮貌地請親友適度分享資訊 照顧者可以嘗試遠距三姑姐 多謝你的建議 我們參與了癌症服務機構的課程 他們會講解有關疼痛的處理和其他症狀的護理 我們暫時不需要相關的資訊 但是有需要的時候我們會告訴你 照顧者也可以善用通訊軟件或者社交網絡 去幫忙發放和病人相關的信息 減輕要向親友逐一交代的負擔 例如可以嘗試說 等我和病人商量一下 每個星期向大家發放一些關於他的康復狀況 如果你在照顧病人的歷程上 感到迷惘或者困擾 歡迎市電香港大學 蔡茂會銀症綜合關會中心 和我們的專業人員聯絡